众所周知国拼队 分男队女队沙头队 两人站在一起 就好像自带结界 2023年 成都混合团体赛 沙沙穿着显眼的蓝色球衣 坐在大头的身边 在队友都站起来鼓掌的时候 只有两人稳稳地坐着 和圆满组合一起接受采访 两人分开站的时候 四个人各站个的 中间都隔得有距离 而当沙头站在一起的时候 两人总会不知不觉地贴在一起 果然有些人 只要在同一个时空里 就会自带结界 不管有多少人什么样的环境 两个人的眼中就只有彼此 奥运竟然防岗 在别人都在看前面的时候 两人即使隔得很远 也依然在人群中对视 两人不清白的眼神 让人毫不怀疑沙头身边 最大的漏勺就是他们自己 参加节目的时候 站在一起的两人 即使面对着摄像头 身体还是会忍不住的慌 最后甚至直接晃在了一起 都说大头是女队的边外人员 莎莎又何尝不是 男队的边外人员 甚至就连在机场 男队发护照的时候 也会顺带给莎莎发护照 国拼出征 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在机场的时候 莎莎也一直跟着男队 这下大脑袋是彻底 不用担心迷护沙迷路了 休斯顿赛后大家都在找 自己的主管合照 当时的莎莎没有主管教练 而大头就在人群中 喊莎莎一起合照 人群中的那一声莎莎 对于当时赛养的莎莎来说 是多么大的一种力量 这同时也是 大头明目张胆的爱护 莎头两人从无道友 从岌岌无名到人生顶沸 两人相互陪伴了八年 一拍一拍的 达到了我们的面前 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 只希望两人能够健健康康 请不吝点赞 订�ının市场 'ta lid 会计品